咖啡 顾总 咖啡 顾总 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最近能让我们顾总烦心的 除了星云就只有 就只有你那个朋友了 她最近怎么样 是不是有什么感情问题 我那朋友 最近和她女朋友吵架了 女朋友一生气 别嫁出走了 初见情都能被你 嗯 你朋友和她女朋友 为什么吵架 这分明就是你毫无证据乱怀疑人家 而且你还弄脏了人家五项的手稿和签名照 这不能认 签名而已嘛 我可以想办法再给她弄一份呢 顾总 制作部新来的实习生 把咖啡 撒在星龙湖的原画上了 她不想干了是吗 顾总 小小姐 这么看起来 是不是觉得她生气 是情有可原的 那该怎么办吧 她说要静一静 那就随她去 也许她寄完回来就好了 那万一不回来呢 那就拿出诚意 好好道歉 想想她喜欢什么 红包 你们是男女朋友 红包太俗了 那我该送什么 巧克力 巧克力 根据科学研究 巧克力能让人分泌内非碳 吃下去就会心情愉快 而且巧克力还是情人节的专属礼 拿来道歉 很浪漫呢 相信我 没错的 要是我选的口味她不喜欢怎么办 帮她选吧 肯定有觉得我太怕她 那就让她自己选吧 好 这下大哥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吧 清清 你看一下我现在发你的版 和之前那版哪个好一点 清清 你刚刚说什么 你怎么了 怎么魂不守舍的 没什么 不道歉就算了 现在给我发个巧克力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就不值得你花点时间 挑个巧克力吗 谢谢大家